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的、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的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耶伦乐观中国就一些债务重组问题达成一致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乐观地表示 中国将在债权国和债务国主全债务员桌会议的首次全面会议上 就穷国债务重组的某些技术方面达成一致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未面临不可持续债务负担的国家提供支援方面的作用非常重要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双边债权人 其债务重组方法因缺乏透明度和采取单边方法而受到批评 美国官员指责中国推迟了尚比亚、加纳和伊索比亚债务处理协定的敲定进程 然而,债务专家认为 中国同意为斯里兰卡提供融资担保 可能有助于推动圆桌会议的新动力 这里是中国简报 欧盟与中国 台湾真的是欧洲的问题吗? 德国之声报道 马克龙表示 欧洲在台湾问题上绝不能跟从美国 引起国际争议 法国总统强调了欧盟需要更大的经济自主权 强调像台湾这样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危机不是欧洲的 批评人士 指责马克龙破坏了与美国的传统跨大西洋纽带 美国是欧盟的关键安全盟友 也是乌克兰的主要支援者之一 虽然一些欧洲国家希望对中国保持低调 但这重力场可能是不可能的 欧盟和美国可能会在如何接近中国方面面临一些协定 否则可能会导致下一次跨大西洋危机 这里是中国简报 西班牙部常说 欧洲不能背弃中国 路透社报道 西班牙经济部查纳迪亚·卡尔维诺 纳迪亚·卡尔维诺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在华盛顿举行的春季会议期间表示 欧盟不能背弃中国并试图忽视它 他补充说 中国的存在可能有助于结束乌克兰战争 并有助于防止全球市场碎片化 这将是对每个人的双输 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 自2000年以来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1万亿美元以上的贷款 促进了中国的GDP增长 中国决定更多地参与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减免 该国的官员 三年来首次亲自出席华盛顿会议 这里是中国简报 巴西卢拉前往中国与习近平 讨论贸易和乌克兰问题 Axios报道 巴西前总统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 将于明天抵达中国 对中国总统习近平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 预计卢拉将对乌克兰战争表示担忧 并提出她的想法 给予巴西和中国建立一个和平俱乐部 以说明调解结束冲突 围绕巴西贸易和投资协议的讨论也在议程上 中国现在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卢拉希望使这些贸易流动多样化 预计访问期间将签署几项贸易协定 卢拉于2月访问白宫 与乔·拜登总统会面 和平俱乐部的想法不太可能受到拜登政府的欢迎 拜登政府批评了习近平总统的和平计划 声称他只会锁定俄罗斯的领土收益 虽然卢拉批评各国发送武器 而不是寻求和平 但他在上届总统任期2003-2010 期间也是金砖国家俱乐部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的热情支援者 上周 卢拉派遣他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 前往莫斯科讨论他的提议 这里是中国简报 卢拉启程前往中国 寻求更深层次的经济联系 日经亚洲报道 巴西总统路易士 伊纳西奥 卢拉 达西尔瓦 路易斯 伊纳什 卢拉 达西尔瓦 已前往中国巩固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卢拉总统自2003年首次上任以来 一直在寻求加强与亚洲大国的经济关系 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巴西对中国的出口在过去十年中 承止数据增长 通过深化贸易关系 希望巴西能够说明其受到全球 COVID-19大流行重创的经济 除经济交流外 两国还计划加强在科技 教育 卫生 旅游和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 在访问期间 卢拉总统预计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高级官员会面 讨论广泛的问题 包括贸易 投资机会和新技术的潜在伙伴关系 这些会议正值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令人担忧 以及中国寻求扩大旗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关系之际 反过来 巴西渴望找到新的国家开展业务 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这里是中国简报 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 很少有行业支持关税 外交关系委员会报道 拜登政府将决定是否继续特朗普政府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这些关税被认为通过防止不合理的低价中国商品和促使 公众意识到购买国内生产的产品来支援美国制造业 然而 在关税审查第二阶段的1400分意见书中 只有22%支援继续征收301条款关税 人们担心对美国企业和整个经济的伤害 关税的支援者声称 他们增加了对美国制造商品的需求 并创造了供应安全 鼓励公司减少离岸外包 同时阻止消费者购买外国制造的产品 然而 保护主义的成本是分散的 利益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 成本主要由美国消费者承担 关税也违背了国会将其大部分关税权利下放给总统的目标 这是为了避免被少数发生的行业所俘虏 关税的各个方面也受到对极连保护主义的担忧的挑战 这可能导致跨行业投入成本上升 以及美国反倾销法语301条款关税重叠 当被要求续签反倾销反补贴税订单时 中国政府称301条款关税 是为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单边贸易措施 拜登政府在考虑是否继续止收关税时 必须权衡整个美国经济的需求与少数行业带来的好处 这里是中国简报 欧盟高级特使前往中国 南华早报报道 欧盟的对华政策将成为布鲁塞尔最高外交官何赛普 伯雷尔 Joseph Borrell 访问北京时的重要议程 欧盟发现 很难团结在单一的道路上 尽管中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并被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 在法国总统埃马尼埃尔·马克龙发表讲话后 最近的分歧暴露出来 他认为欧盟硬避免在中国问题上成为美国的附庸 并敦促在台湾防御问题上保持距离 这些评论在美国受到批评 导致欧洲呼吁博雷尔发出综合而连贯的资讯 这包括使欧盟经济多样化 以减少对中国关键资源的依赖 中国需要成为乌克兰和平的促进者 并重申欧盟对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 这里是中国简报 H3N8禽流感夺走中国首例人类死亡 英国每日电讯报道 一名56岁的妇女在感染H3N8禽流感后死亡 这是已知的首例死于这种禽流感病毒的人 虽然H3N8是鸟类中最常见的流感亚型之一 但该妇女只是已知感染该病毒的第三个人 也是第一个死亡的人 去年在中国 两名小男孩在不相关的病例中感染了相同的病毒 但两人都活了下来 在做出报告时 没有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出现感染或疾病症状 表明该病毒不可能在人际传播 然而 H5N1禽流感仍然是人类风险方面更大的问题 因为鸟类病例的绝对数量和哺乳动物 包括水雕 水塔甚至宠物猫 的传播增加增加了病毒变异并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机会 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官一书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 深入研究了他如何巩固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经济的控制 并探讨了他所实施的制度性变革 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安排 重点关注了在中国拥有最大权力和最重要职位的26个人 为读者提供了对中国未来高层政治方向的清晰理解 该书可在亚马逊上以Kindle电子书和平装书的形式购买 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 购买该书中文版的链接是 https-mzm.to-3jll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 资格众来源的最重要信息 包括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 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3w.62.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